采了罐子 把它放进容器里面 罐子它是造脚素含量最高的一个植物 三分的果 一分的红糖 十分的水 这样三个月 前一个月的时候要每天这样放下气 因为它会发酵嘛 有气体 那么到后来就可以就一直这么静置就可以了 饭能洗滴剂吧 我现在用它就是洗碗啊 洗手啊 有时候还洗脸 洗衣服 洗澡都可以 它天然环保 无污染 它下油下灰特别好 经常我们做饭 摘的菜叶子 把它切碎 或者是果皮 吃剥掉的把它切碎之后 放在这个桶里面 然后再撒上这个厨余堆肥菌 均匀的撒上 这个什么用的 它是利用这个菌群的发酵 让它不要产生异味 可以发酵 就像我们做酸奶一样 有一种一生菌 然后把它盖上 一封起来 热的话会时间短一点 10天一个月不等 那么三个月的之后 等到它变成黑色的 把它埋在那个土里面 三个月以后 就可以变成黑金土 这个里面有个红的什么意思 这个是一个拔门 把它拧开以后 这个如果发酵好了 它底面会有液体吸出 这样可以给它放出来 你看就这一个 这个 这个有水出来了 对 这个可以吸食之后 去浇花浇菜都非常好 它环保的意义非常大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那么地球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要爱自己的妈妈 从个人做起 从孩子做起 那么地球上 蓝天白云绿水了 那我们的生活也就更好了 谢谢大家